好来看到呢在宪法法庭前天来审理了死刑是否违宪案 在庭上也进行了一个言辞的辩论 好现在呢难道这个Face不甩名义吗 主要在宪法庭讨论了争议点包含了就是 死刑是否违宪以及若和县违宪的相关配套措施 并且由12名的大法官来参与投票 最快在7月下旬就会做出个判决 那台湾现在虽然没有废死了 不过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上次政府执行枪决已经是在2020的4月1号 也就是已经超过了4年的时间 好在这个前总统陈水扁任内2006年之后 未再执行那么枪决32人 那么在马英九时间2010年开始恢复执行枪决33人 而至于在蔡英文枪决两个人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有37个人等待执行 那么蔡英文提名的7位大法官 在10月底任期就要借满了 来看到这些大法官们 包含了詹森林说一定要跟民意妥协 舍弃宪法价值吗 以及许志雄认为被害人的人权是另个层面的问题 还有黄润鸣说死刑是满足民众的廉价慰藉 好现在也遭到法界人士炮轰 那么詹森林直说没有民意基础的法官可以判死 认为这是完全忽视了基层的法官 依照宪法保障的独立审判做成的判决 这才是违宪违法 你可以看到现在呢 包含了司法院长许中立等等清明大法官 10月底任期借满走人 但是却可以决定关系未来台湾的司法制度 走向的死刑的存废 那现在这些大法官本来应该进行到看守阶段了 但是呢忽视了新民意的新国会 恐怕是难让人信服 就在23号来进行一个废死的辩论 那7月就要做出是否违宪的宣告 外界就质疑了在这个法务部长蔡清祥 任内没有执行死刑 国民党立委赖世保也痛批法务部 就是为了要迎合蔡英文总统要废死的态度 以及国民党立委和孟凯认为死刑是制衡罪犯的 最后一道防线也反问 民进党如果杀人案都不判死 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功力可言 他知道蔡英文徐总统想要废死啊 要迎合上议啊 所以他现在来讲的话 他根据他的行政命令 是行政命令哦 还不是法哦 说如果死刑犯 他可以提出再审 非常散述宪法庭 所以他就等于鼓励大家走敲门 你免于被执行 你可以走这个宪法法庭 所以现在就走宪法法庭了 宪法法庭已经三次说核县了 现在第四次 如果这次在核县 还有人再来提 就没完没了啊 这个是法务部自己 自己立的规 行政命令你拿掉就好了啊 他不执行就是因为老板啊 老板他要揣摩商议啊 他知道老板 蔡英文跟 司法院长都要废死啊 所以他就 往这个方向 不执行就等于废死一样了 我再次重申 不管是个人立场 不管是我们昨天国民党团的立场 其实都是依法行政 没有 台湾没有废除死刑的空间 到目前为止 最大恶极者 死刑可能是 法治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 死刑也可能是最 最后一道 执法的一个诉求 我们再次想想 如果说 现在废除死刑的话 过去这几年 捷运上的杀人案 铁道上的杀警案 这些人都不用 都不会被执行死刑 台湾社会有公平正义可言吗 为什么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有三四十位的死刑犯 但有人就被执行 有些人还没有被执行 这不是也是行政部门 依法没有执行的怠惰吗 好来看到呢 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 那么在主持中常会的时候 就新北市长侯友宜 遭到监察约谈 以及司法院宪法法庭 就死刑是否违反了宪法 进行言辞辩论 他就预告了 当呢这个 立院由国民党成为多数之后 民进党无法掌控并御用的监察院 司法院来执行政治目的 党主席赖清德必须为此表达态度 并且负责 他也表示呢 在赖清德就任之后 要邀请赖清德到立院来做国情报告 那么针对整个废死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绿营的南部基层人士 也来表示说 废死应该是要来考量 普遍民意跟社会的现况 那地方相亲反应跟多数民意差不多 普遍任何适合废死吗 另外以及国民党立委谢龙介 认为说负责任的政治态度 应该就明确的 对这个民众来表态 不应该两面讨好 那赖清德现在 就是应该要来表达他的主张 否则一旦判决废死 5月份上任的话 赖清德恐怕到了7月份就要跛脚了 以及立委王红威认为说 大法官现在如果强压民意 要来推废死 不管现在多数的民意 民意党要背书吗 如果这群大法官要强压废死 人民现在就可以宣判 民进党的政治死刑了 好 民进党政治死刑不远了吗 因为在宪法法庭进行了 废死的激变 而且明明现在就是有 超过八成的民意是反对废死的 但是大法官 詹森林却是直言说 跟民意冲突下 大法官一定要跟民意妥协吗 对此也被痛批 大法官根本是想要碾压民意 而且这个大法官充斥的 废死的言论 根本就是在执行蔡英文的旨意 民进党立委陈廷飞就说了 也希望最终的判决结果 能够跟民意结合 詹森林这位大法官 他的言论简直是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 因为他说大法官一定要 这个跟着民意走吗 不能违背民意吗 一定要跟民意妥协吗 这到底是什么话 而且呢他还大言不惨的讲说 他说我大法官可是经过 立法院同意产生的 你法官有民意基础吗 他在讲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谁最有民意基础 不是我们立法委员吗 不是立法院最有民意基础 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凭什么你大法官 可以凌驾在立法机关之上呢 这一届的这个大法官里面 其实真的都是被蔡英文 精挑细选出来 那么其实他们都充满着 这个要背死 反对死席的言论 你看看如果有詹森林 这样子的一个 要跟民意对着干的一个 这样大法官 所以我们非常担心 这一届大法官会不会就是执行蔡英文的旨意 最后完全的去碾压民意 践踏民意而做出一个 费死和线的一个决定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的评论都已经逾越了 也就是未来到底宪法会怎么样的判定 好像我们现在已经在设定一个结论 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我们只能说我们希望 未来所有不论任何的判决结果 都是希望跟民意是结合在一起的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1个字 by bwd6